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R5S背面有两个USB3.0 A口和指示灯 左边是一个TF卡的插槽 右边是一个mask的按钮 这个你可以在EMMC的底层烧写模式中使用它 整体的外壳一如既往都用到扎实 那一体化的CNC的氧化铝外壳是严丝合缝 上手非常有分量感 感觉非常棒 稍微有一点滑手 就后面的一个部分 大家一定要小心 那我们现在去掉底部的四个螺丝 从底部的缺口就可以打开它的底盖了 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主板 我们找到主板底下的这个活口 向前轻轻一推就可以顺势取出主板了 我们可以看到R5S在这么小的空间内 它还标配了一个2280的M.2的接口 这个是非常棒的 R5S使用了一颗瑞欣威的RK3568的SOC主控 8G的EMMC LPDDR4的内存 它有2G跟4G两个版本 我这次拿到的这个是2G的版本 三颗瑞欲的螃蟹夹的网卡 一颗千兆的8211跟两颗2.5G的8215 一个GPIO的接口 小2PIN的风扇接口 一个SPIO的接口 那蔚来你可以用它扩展WiFi 还有一个ITC的电池接口 整个板子的做工和布局都非常非常的工整 集成度也非常非常之高 看完了外观和里面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款开发板的具体表现 那么为了公平起见 这次我们用了小宝的最新固件进行测试 好 那我们接下来先看一下它的加解密算法的测试 首先是AES110853分 XX20是67562分 Chromark是29808分 那为了公平起见 我用同样的环境重新跑了一遍我们的R68s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表格 在正面数据上 R5s以微弱的优势稍微领先那么一点点 那就因为这样的R5s可以把3568的数据 在我们的软路由天梯榜上稍微的拔高了一些 AES跟XX20在软路由的总绑上跟R68s并列13跟16名 这么看来它的整体性能强于3328但弱于3399 当然分数并不代表一切 那咱们来看一下它在实际使用中的表现 我们使用iPod 3来测试一下2.5G网口的传输速率 那我们用R5s发送数据 发送方是1.37G 接受方是1.18G 那多线程发送方是1.48G 接受方是1.27G 使用测试机发送数据 发送方是2.74G 接受方是2.36G 多线程发送方是2.74G 接受方是2.34G 那这个数据其实测起来非常奇怪 那么这两个网口 两个2.5G的网口 精水都是分别测试了好多次 那在R5s发送数据的时候 它都会比这个R68s稍差一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后面的这个多线程测试 也是一样的结果 那我确实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我拿到的这个产品的个案 但是相比X866而言 3568的网口的大包转发 其实还算是不错 但是小包转发能力 就相对比较孱弱了 我们用R5s通过华为的猫棒 进行拨号上网 两个2.5G网口 分别接入华为的猫棒 跟2.5G的交换机 本地的基础带宽 是可以轻松的跑满千兆宽带的 看到这个数据 是非常让人愉悦的 跑满千兆带宽 CPU的占用率 大概在30%左右上下浮动 表现的还算正常 B站测速下载是1116 上传是113 这个也符合我们千兆的上下行 科学上网分别使用了 children V2ray SSR等主流的协议进行测试 分别我们测试了三组 最高的下载是1114.92 上传是117.89 终于实现了千兆科学上网自由 CPU的使用率最高也在24%左右 跟R68S的数据是不相上下的 这里面它整体的功耗 一直控制的比较低 甚至比R68S还要稍微再低一点 整体的待机在3.6瓦 满复合也在6.2瓦左右 室温28度 系统的温度是在50度左右 比R68S稍微略高一点 我想可能是因为集中度太高 太小也不见得是好事 好总结咱们先说优点 相信看到前面的数据 大家心里应该都会对R2S的继任者 R5S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了 这R5S不管从做工还是从用料 在这个价位段上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诚意的产品了 虽然在我测试里面 2.5G的网口传输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 但是不管从传输效率 还有它的稳定程度上来说 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当然我也希望这个情况 是我购买的个案 如果有知道原因的小伙伴 可以在留言区告诉大家 也可以同时告诉我 整体来说 它的性能 跟我们的R6S其实是不像上下的 满足日常家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甚至它还比R6S多了NVMe的接口 HDMI的接口 你还可以另外再插TF卡 未来还可以通过SPIO接口扩展WiFi 它的扩展性能要比R6S提高了不少 真的是喜欢折腾的小伙伴的这些福音 那么友善从R2S开始 它的固件就开源了 后期的第三方的版本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未来还有可能会出现电视盒子的固件 那么优秀的做工跟不错的功耗控制 再加上两个2.5G网口 相信会有不少的R2S的老用户升级的首选 当然它的缺点其实对我来说也是比较明显的 它相比我们的R6S还是缺少了一个网口 那整体的集成化程度比较高 体积虽然说比较小 但是它的散热就比我们的R6S稍差那么一点点 而且它的价格在目前来说 也要比R6S稍微高一点点 那我现在把优点跟缺点都告诉大家了 那不知道小伙伴们应该怎么样的去选择呢 欢迎大家把不同的意见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好了到这里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可以在你选择软路由的时候 给你一些些帮助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或者是比较有意思 或者是可以帮到你 欢迎点赞评论和转发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选择铃铛 这样才不会让你错过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